去年年底也有问过你 怎么看2022年相对比较看好股份 你其中也有特别提到银行股 尤其是2388 开图出来看到 它是今年一踏入2022年 很避免或者听到你推介 计算到昨天收市为止 其实几天 短短的今年都只是开了几天的交易 都累积升了超过8% 其实汇丰今年来 都累积升了超过4% 汇丰现在升了超过3% 因为现在美国还说 可能加快加息 昨晚会控制了ADR 也升了上去 你怎么看银行股 现在买卖策略部署 即是再升的空间多不多 以及现在会不会这个水平 再升的空间 大家是否要小心一点 当然看法其实也维持去年年底 或今年年初 今年其中一个可以留意的方法 都是银行股 我想这个就没太大改变了 因为始终都是走过加息周期 甚至乎这一刻 如果是连续缩表 即是进一步抽紧流通性的话 自然对息口扯高的机率会再快了 所以变相对银行股的息差 我觉得可能比预期更快 有些有的受惠性其实是不奇怪的 所以说真的基本上来说 就没太大转变 反而可能是再乐观 做些也不奇怪的 但问题真的 刚才问到就是部署 始终自己 虽然去年年底说 今年可以留意这个版块 但也不会预期短短几天 就升得比较多的 甚至我自己虽然特别提到 比较简单是香港的 但可能在这三四日升到8-9%上来 其实算是比较夸张 比预期还要多 所以我觉得就算看好的版块 不会是一知自然地上升 我想去到这些位置 虽然走势是漂亮的 其实每次都挺漂亮的 但你不排除 就是一点短期或整固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有货当然可以保持 始终已经提到走势比较美 还有去年年底也提到一点 就是除了可能受惠色差 或阔衝景之外 都是有不错的收息条件 其实这些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有货我想继续可以保持 但如果一直以来 可能由那天听完也好 或者这几天见到升也好 都没有跟进度 我觉得这些位置就不要特别心急 说真的 因为刚才提到 虽然看好 但可能也会有整固 反而你等整固 等调整之后 才再买 因为始终自己当时说 都是比较倾向中长线一点 不是用短炒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认为以中长线港 看得好 但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可能等它落到大概27元以下 这些位置 慢慢才考虑吸引会比较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